说实话 像现在圆圆这个方法 那个内衣都会变形 所以现在这些钢圈 就已经这里都压得 会戳出来的 对 你看这里都会变形 我以前也是这样 但现在就不会了 老师 放内衣的话 最好是用怎样的收纳 对 像我现在手上拿的呢 就是专门收纳内衣的 所以你会看到它是有立体的感的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一些贴身衣物 可以完全收在这个里面 你应该把内衣的罩杯 还有内衣裤可以像它的上面图示 这样子把它摆进去 那内衣在收纳的时候呢 就是记得就是罩杯一定要是重叠的 就是说不要这样随便折 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让它尽量是重叠的 你对你的内衣不好 你的内衣就会对你的胸部不好 然后呢 再把它平铺在里面 是吧 内衣不能乱压 对 那这样子呢 它里面就算是你有些钢圈 或者是肩带的部分呢 它都不会去压到 也不会容易有变弃 对 是 那这时候你再把它关起来 那这个等最后的时候 再来看它要放什么位置 好 说完衣服内衣之后 刚刚美人说到 女生出门那些瓶瓶罐罐的 这些保养品 真的比男生复杂很多 是 而且你为什么跟这些 照料器放在一起呢 凌备不小心 拍了破了 尾重毁掉 iPad就随便那样放了 我觉得太危险了 像这样子的保养品呢 其实我都会一定会有一个收纳袋 对 那这收纳袋呢 其实就是方便你 直接可以挂在浴室 或者是你的衣橱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直接是立体的一个形状 所以你在拿的时候呢 它不占空间 而且它全部都会是粘粒着的 对 比如说我们来放一下 好 这么大瓶的都可以 可以 你看它冲开是有厚度的 好宽 这里 它有个网状的设计 你可以一目了然 你所有的产品 有没有都带齐 对 就可以随时检查 检查里面会住好多人啊 真的啊 我们今天弄个小孩 底下从平房变别墅 对对 会满住啦 逼啦 它这个是防水的 所以如果你皮皮罐罐 如果被人破了 或是没有关好 露出来的时候 对 你只要清洗这个袋子 就可以了 像刚才那样 跟衣服放在一起 我就会担心 万一比如运输的过程当中 破掉了 你的衣服也毁了 是 这是最担心的 它这个挂在宿舍里面用很方便 用很方便 非常方便 好 所以怎么样 能够就是让自己 能够更漂亮 可以开始享受 我已经做一个成年的 有一个女人的感觉的那种美丽 但是又不过分 其实在校园的妆容里面 我觉得是应该 注重一些重点 然后把气色跟精神 提升出来就好了 我们就是介绍一些学生 就是可以一物多用的 这个商品 然后就像我家手上拿的 这个眼影盘呢 它本身呢就是大地色调的 那这大地色调呢 里面 你会发现说很多都是一些 霧光或半霧光的产品 是 那这些呢很适合拿来当作 眼线 眼影 还有画眉毛一起用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 如果就一个可以搞定 你所有的眼部需要的 对 而且呢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学化妆的时候 尽量不要太复杂的方法 尽量是简单的颜色 去勾勒这个神采就够了 那我们现在在画的时候 第一个呢我们就用到 左手边这个 有一点珍珠色的颜色 我们呢在整个眼皮 上方喔就是大面积的打底 其实这大面积的打底呢 就是让眼皮的颜色看起来呢 非常的干净自然的效果 然后呢接着下眼瞼的地方 也是要稍微做一个 体量的动作 这体量的动作呢 其实是非常适合这个黏影来画的 就是稍微勾勒一下 卧蝉的位置 那接着呢我们再用到的是 这个中间色的眼影喔 我们稍微呢眼睛闭一下 我们只要在眼尾后面三分之一 往外延伸 来 睁开一下 对 眼睛变有深喔 这个好明显 下眼尾三分之一的地方 做一个眼型的轮廓就可以了 这个好明显喔 是 那接着呢我们再用到 中间这两个颜色呢 来做什么呢 就是做画眉毛的动作 对 我们只要拿着眉刷 先从这个整个眉型的最后面半段 就是从眉峰的下方 这个半段往外延伸 然后顺着你的毛流 轻轻地把它刷开来 那接着呢到脸部的位置呢 我很建议说学生呢 可以去选购像这样子一盒 就是立体修容饼 那你不要用到粉饼 用它来当作定中用 那同时呢会有立体感 可是同时又会有气色 是 对 所以我们可以先用像 这个 右上方这种比较有 一点 带一点点珠光亮粉的呢 我们可以在眼下方 就是刚刚我们是不是有修饰遮瑕 体亮气色部分 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打亮 那这一盘修容饼呢 为什么很建议学生用 因为你发现它全部都是肤色 很自然 对 它不会像是一些奇怪的这种 比如说像这种白色大亮片珠光 这种呢都不太像是学生应该会用到 对 好像这是派对的时候才会用到 派对的时候才会用到 我们再把圆恩请出来 有请 好漂亮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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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学变身智相感觉 你那么觉得怎么样 我真的觉得是变漂亮了 而且是那种 看不出来化妆的那种感觉 是啊 对